就是昨天朱立倫接受德國記者訪問的時候 朱主席在談話的過程裡面 直接打斷之後就說訪問結束 看起來好像有點動怒的感覺 你怎麼看這些事情 我倒要先好奇的請問一下就是 我們目前民進黨的行政官員 像是蘇生昌或是許柏勇等等 為什麼他們在接受我們台灣媒體訪問的時候會生氣 我想這個是大家更關心的事情 因為他們是在其位的人 請問那個林志堅他昨天提術院 就他的論文部分 那報社想知道院長這邊有什麼看法 提術院是他的權利 我想他既然提了我想 應該是到教育部去是還到哪裡去 教育部嗎 對應該到教育部去 教育部就是照程序處理 我想就是這麼簡單 謝謝 最近民進黨一直提那個洪基的委託案 那會不會覺得好像焦點被轉移 那一直沒有針對這個 你之前論文案的道歉 做一個表態 會不會覺得這個好像是被故意轉移焦點 有沒有這樣子的告訴 我想不管是什麼質疑 民進黨提出來什麼質疑 我們都是盡量去澄清 我也特別講了說 這個案子 第一我在以這個主持人的身份 從頭到尾光明磊落 第二這個案子的經費 我一塊錢都沒有進口袋 我想澄清到這邊 我們的桃園鄉親應該可以放心了 謝謝 請 院長 接續剛出立人的那個話 當年2019年院長您好像有在接受採訪的時候 談到九二共識的時候呢 就有扣諾 那 院長可不可以請您還原當時的情況 那目前的想法是怎麼樣 我還是剛才那句話 已經在位的行政官員 在接受我們台灣媒體的採訪的時候 為什麼會生氣 這個是大家比較關心的事情 院長 公司代表交代請問一下 請教一下 抄襲事件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交代清楚 院長有沒有什麼樣的提升 我剛才講了 我說第一 這個案子從頭到尾光明磊落 我也講過說 這個案子的性質 跟論文非常不一樣 這是一個引進國外 農業電子化先進資訊的案子 那引進國外先進資訊案子 當然要引用國外的文獻 我想這個在著作權法裡面都有非常清楚的說明 院長現在又被報送第三年的報告也有抽籍的編疑 院長你怎麼看 第幾年第幾年的報告不是 是我們引用國外的資料 都是計畫所 而且是著作權法所 我們不是有說要開記者會解釋嗎 什麼後來報告現在都還沒有 我們在準備中 我們會報告你最適當的時事來開記者會 那我們請問一下市民關心的問題 是請說 因為昨天的市議會好像蠻熱鬧的 那個桃園市政府的負債 很多議員說已經負債直逼1500億了 那你怎麼看對於這個五星級的市長的這個施政成績 你說財政局公佈的數據 現在桃園市政府的負債比例非常高 是的這個新聞我有注意到 我不去評論志成文燦市長任內的施政 我只要說下一任的市長面對的是非常嚴峻的挑戰 因為你剛才講的這個負債的數字 不只是負債的數字 譬如說鐵路地下化為例 鐵路地下化從明年開始 市政府要分攤的這個經費 比今年去年多很多 去年今年市政府每年大概負擔 差不多一兩億左右的這個數字 明年會超過十億 所以我剛才說 新當選的市長會面臨非常嚴峻的挑戰 不但是負債的數字相當高以外 每年以後的這個公共工程的這種負擔經費 地方分擔經費也會非常的高 所以我希望說我們的市民朋友看清楚 需要一個真正有能力的人來擔任市長這個職位 當然會特別要講一下說我的背景 土木工程公共建設這個 對於處理這種公共工程的這種整個財務的能力 是非常具備的 謝謝 那這個桃園市政府這八年很多議員都在關心 等於他這個桃園的土地已經變賣了706億 那可是對於市政建設來講 很多人他覺得中間有點不夠不夠match 所以院長你怎麼看這問題 過去的市政我們就不再多評論 過去的已經過去 我們要面對的是未來 就是未來到底市政府還有多少土地在手上 要不要match 這個是將來市長要做的重大決定 好因為院長還有行程我們就 最後一個問題 最後一個問題 您說您的那個委員會的報告是合法使用範圍裡面 但是有助就權法的權位律師 起出不同的看法 他說委公案不適用 我想農委會他應該在做內部的整個評估 就讓農委會照程序去走 我想農委會也有適當的法律的這個諮詢對象 就讓他往程序 照程序往下走 好不好 謝謝 海黃鮑魚干貝XO醬 這個你只要加上一瓢味道馬上升級 他蛋白質是雞肉啊 是牛肉還有蝦的三倍 更是呢礦物質遠高於魚翅啦 燕窩之上 趕快上快點購 輸入我的推薦袋吧 CTI627就可以享有折扣優惠喔